同学们 在刚才两位非常精彩的嘉宾分享之后 今天我们迎来我们这次访谈的第三位重量级嘉宾 刘化老师 刘老师其实在多家行业领先的企业 都从事过高层管理的工作 目前他在一家互联网服务的企业 从事人力资源和行政组织发展方面的VP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副总 那么应该说他是非常高级的一个高层管理者 也有很丰富的职业经理人的这样一个经验 我们首先非常荣幸的请刘老师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晚上好 我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是大概有18年的时间 这其中主要是在互联网公司 软件公司还有电信公司 那么在这期间还做过两年相当于销售类的工作 也就是说除了人力资源管理以外 也做过一些直接和业务相关的工作 据我了解 刘老师您跟今天我们另外两位嘉宾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您可以说得上是科班出身 您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管理类的专业吧 对我是在人民大学学的企业管理专业 那您觉得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对您从事这个管理工作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啊 或者是值得分享的地方 首先我觉得这个专业呢 企业管理专业对日后做人力资源管理还是打下了一些理论的基础 其实我们在上这个上大学在本科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班主任也是在人力资源目前非常知名的一位老师 那么那个时候他就会给我们一些像一些国内领先公司的这些案例分析 从那时候开始埋下这么一个一个种子 所以呢我在毕业以后先去了一家美资的医药公司 做人力资源的实习生 大概半年以后转正 然后就一直到今天开始就是做十几年的这个HR的工作 所以您跟您对于HR应该说既有非常深的这个专业的造诣 同时也我想可能也会有某种情感的东西在里头了 因为有十几年的坚持在这个在这个领域工作 那现在您在您的这个公司啊 具体做的跟HR有关的工作 大概可以分成哪些模块或者是哪些部分 其实我倒不太习惯于说把人力资源工作现在按照模块去划分 当然你要是在具体的实施落地的时候 可能会说到招聘啊 薪酬啊 培训啊 组织发展 但实际上真正你在制定这个整体的HR战略的时候 首先要紧跟公司的战略是什么 要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因为本身在互联网公司呢 是每天都可能在发生变化 今天做的决定 明天可能就全部推翻要重新来 所以呢这个战略是要一直紧跟同样的一个一个节奏 包括你的人才战略啊 包括你的这个组织结构啊 对人员能力的要求啊 绩效啊 激励的体系呢 这个整个配套要同步 一定是要同步的 所以呢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说一定说在招聘啊 各个方面 因为那是真正在落地的时候 才会考虑到用模块的方式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就是说 在考虑这个整体问题的时候 最好要去模块化 因为去模块化实际上 它是把某个问题呢 它体现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或者是智能 这样其实反而到不利于大家看到一个整体的战略是什么 那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相对于传统的企业来讲 互联网的企业或者是互联网的这个时代 在某种意义上是重新颠覆了 或者是改变了我们对于人类资源管理工作的认识 首先是这样 就是说首先说互联网对生活的改变 这个大家心里或者在实际过程中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啊 尤其是最近比如举个例子 生鲜 O2O这些能够大大的缩短 大家能够在服务上面用的以前用的时间 同时提高这个服务的水平和效率 还能缩短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 通常来讲呢 就是在互联网最近非常火热的这几年 也出了很多相应的这个理论 比如说去组织化去中心化 实际上这些去组织化去中心化 实际上最开始来源于是本身互联网业务的一些主要的特征 然后把它引伸到一个组织过程中 但这里面也体现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时候管理学它是基于实践的 而实践到理论它是有一个这个之后的过程 也就是说理论是之后于实践 所以当这个业务模式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以后 很成型的管理理论并没有出来 所以一直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一个过程中 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 在这时候是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的 没有说这家公司做的对 那家公司做的不对 它是说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大家是可以互相去借鉴 但不能说我一定就可以有一个成型的管理模式去追随 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呢是在管理 在就是互联网管理这块 目前还没有一个说特别明确说 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做 因为本身你看现有的管理学 也是建立在工业革命这么多年以后才积累起来的 而互联网也就是最近这十年十几年 所以本身呢而且变化又这么快 也可能刚刚形成一套可行的管理理论 这个整个大的环境又变了 这个业务模式变了 然后对整个组织的要求也就在发生变化 那理论也应该相当变化 所以有可能是很长时间 有可能是一种都是很成型的这种状态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互联网行业和传统行业 其实呢在可以预见不久未来 其实基本上所有的公司都可能是变为互联网公司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还在谈互联网公司 可能以后不会有人再提了一遍 再说的前提就是所有的公司都是在互联网的生态环境里面去 只是我们今天还是在比较前端而已 也就是说可能未来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公司它可能都离不开互联网 这样一种力量或是平台 没错 要么是互联网加或者是什么什么加互联网 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刚才您谈到一点就是理论在很多时候 它都是落后于我们实践的创新实践的变化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来批判 或者说对管理学理论有一些质疑的地方 往往它是在描绘现实 而不是在预测现实 在指导我们怎么去做 我想互联网的互联网本身它具有一个很大的特征 就是这些参与主体它往往都是平等的 还可以随意的交换这种信息或者交换他们的资源 那么我们传统的当代的这种管理理论 更多是在马克思韦伯以来的官僚组织理论下面演化出来的 它强调的是稳定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组织强调的是创新和变革 我想问的就是从您现在所在的公司 或者是您最近原来的公司 以及您最近的一些工作的经历来看 目前的这些企业 他们在管理上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 做了哪些比较大的变革比较大的创新 传统企业还是说工业时代的传统企业 还是从这种层级制或者是很明确的分工制这种来决定它的组织结构 其实互联网企业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刚才提到去组织化去中心化 这个在一个组织中目前来说是有一些成功的案例的 那么主要是通过组织的扁平化 以及团组化来实现 所谓的团组化就是说 它是以这种灵活非常灵活可以去自由搭配 去实现某一个项目目标的这么一个自组织的一个状态 当然这里面对人的要求其实是蛮高 因为毕竟组织是由一个个个体来组成的 那么从一个传统的组织结构 像互联网这个转变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说 发生的具体什么样的变化 对他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对他本身能力的提升应该是在什么地方 所以就即便是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可能 能够使组织变得非常灵活 去组织化去中心化 或者团组化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不能够适应的 如果不能适应的话 其实在一个互联网时代 如果用了旧的传统的这种组织结构 这些激励的方式的话 这个企业可能本身它的整体的绩效 未必像我们所计划的会那么强 所以第一一个是说 首先要看我们整个互联网公司 它的战略是什么 这个战略所决定我们真正组织结构 应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去支持 然后再看我们企业里面 现在这些人是不是满足这个需求 如果不能满足需求的话 我们要看内部如何去提升 或者在外部引进人才 所以现在一个是创业 还有一个本身互联网企业 新兴的企业非常的多 所以对人才市场的争夺 也是非常的激烈的 这也是引出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如何在这么一个学性的劳动力市场去招到你想要的人 培养出你要的人 这是另外一个目前我认为是作为绝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面临的一个问题 招不到合适的人 对啊 就总觉得是贡小于 贡小于求 就总觉得是找 其实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每年有很多人从大学毕业 去学这些计算机啊 软件啊 这个互联网营销啊 实际上你招的时候发现人 人都好像都不见了 或者是人变得非常的昂贵 成本非常的高 我想这里头刚才应该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无论是去网络化 去中心化 去组织化 或者是这些具体的策略 战略它要落地的话 往往是需要具体的人去执行 如果人我们不具备这些相应的素质 或者是条件的话 然后一个企业贸然的去学习 我把我原来的组织结构打破 我去中心化 可能就会照毛化虎死得很惨 这是很危险的 实际上是可能把自己摧毁了都有可能 还不如按照以前的模式去做 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时髦的一个事情 一定要判断是否适合本企业 那从您的这个经历来看 我们什么样的人 或者说一个人具备了哪些条件 哪些特征的话 才能够比较好的适应 刚才您讲的这一套互联网时代 或者互联网公司 他们的组织变革呢 我放在第一位的是这个自屈型的人才 自我驱动 自我驱动 这是非常重要 其实呢也是目前互联网的这种模式 给这些真正非常有自屈人提供了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一个舞台 那么自屈型的人才我的定义是这样 他首先对自己的工作也是属于很非常狂热的状态 这个状态 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的感兴趣 同时他能够去感染带动他周围的人 自屈人才是不太需要 就是说公司一定要按照以前我们理解的那种严格的绩效 以及这种激励的制度 而他实际上把很多所得呢 是作为这个事情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自屈型人才呢 是目前企业非常渴求的一个群体 所以呢作为自屈的人呢 我相信也是能够成为企业成功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力量 所以在企业中 第一呢我们是发觉哪些人是自屈的 那在外部我们如何去鉴别 以及去找到这些自屈的人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团队它不够自屈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去改进 首先确实一个事实或者一个真实情况是 自屈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 如果在一个组织中能够有50% 哪怕40%以上的话 对于企业来说已经很多了 那更多的人实际上是还是在以前的这种管理的轨迹上面去运行的 所以第一呢是发现 挖掘培养这些自屈的人 让他们能够带动和影响周围的人 我觉得这是目前公司必须要去做的 那除了自屈这一点还有哪些特征或者素质显得更重要 还一个就是我们常说这个拥抱变化 因为这个互联网公司我们说 其实不是说这个互联网公司在变化 而是说需求在变化 因为本身消费者的需求随着这个也是在去组织化去中间化 消费者的需求是也是变化非常快 尤其是我们经常说这种现在有微信的这种口碑 这种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已经完全摧毁了或者推翻了颠覆以前的这种商业模式 是自下而上的一种革命 所以当消费者问完你的时候 这个企业就很难去生存 不像以前你定制化 你做什么东西 消费者只能在你做的这个范围里去选 而现在是这种完全是这种由C2B的这种方式作为主导的话 所以企业一定要适合这个消费者 而且这种竞争对手实力 以及在这之后的资本运作 对整个业务模式对业务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可能每天都会有不断的新的互联网公司出现 每天也会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在倒闭 就是这样 很确是这么一个环境 好像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同时也是最坏的时代 既是春天又是冬天一样 其实我们就像您说的 我们原来可能很多需求是潜藏在我们消费者的类型当中 然后有一些互联网企业 他可能看到并且挖掘出这个需求 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 大家可能会用到了打车用车的服务 对 那以前大家可能就习惯于我站在路边去等车 去招手停车 现在呢 大家更习惯的这样一套消费模式 是我去用手机用APP去订车 是 那么这个变化背后的逻辑 对于我们企业对于这个互联网公司自己来创新来变革 有什么样的歧视 就你说的像打车 就我们叫做不是打车了 就是叫出行市场 实际上它的理念还是说在共享经济这一块 也就是说当拥有你拥有一个这个汽车以后 如何让更多的人能够去使用它 尤其是在闲置不用 或者是这个当大家做能够把这个自己的财产作为生财 在另外一个一个渠道的时候 就是强调的这个共享经济 而共享呢 可能也是在互联网企业或者说这个行业以后的一个趋势 目前呢 也有很多公司在这方面做的做的非常成功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还是国际的公司 实际上是打破了原有的一些壁垒 对 对 当然这个本身对一些现有记责 和利益者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侵害 所以呢也是不遗余力的去阻止 但是我相信对于这种基于技术所带来的这种变革 包括像共享这些出行呢 一定会产生一个新的模式 不光是这个行业 其他的很多行业都会都会有这种这种效果 因为共享它其实是建立于互联网所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人们以前由分隔的个体而变为社群和社区 而社群和社区本身在互联网这个生态里面 是最强烈的一个资源 所以你看不管哪家互联网公司在做这个业务的时候 都是尽量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社区做大 有社区做大以后 你就可以做有很多的想象力去发挥这个想象的空间了 社区这个理念应该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把消费者或者说用户和企业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然后让大家能够很好的联合在一起 有更快的去响应消费者的需求 对 其实我想最近有一些文章也是在网上讨论的比较热烈 就是很多互联网的新兴的公司 我们说互联网的弄潮儿 新兴的这些idea 新兴的这种创意的提出者 往往是比较年轻的这个所谓80后或者是90后 然后您也从事了将近20年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我想应该是碰到过不同年龄段 不同这种处在不同这个时间段的这些员工或者是管理者 那么从您的个人经历来看 您觉得我们现在讲的这些80后90后的新的员工 有了一些独特的特征跟以前不一样的 首先就是7080和90后 首先说两头 先说70后70年代 然后80年代和90年代初 是作为主要的教育阶段 因为本身我也是70后 所以我的感受第一 一个是说70后相对的比较 它是有明确的目标和使命感 同时相对来说 对企业的忠诚度会比较高 相对的也是稳定一些 然后对于集体的这种概念 是在这三个时代人是最强的 那么90年代的人 其实现在来说90年出生也工作 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那么90年我们的感受就是说 它是更重视于体验型的 今年年代是说我能为这家企业做什么 90年代更多的是说这家企业能给我带来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区别 另外90年代也是现金为王吧 因为一个是说现在生活压力也是比较大 所以我们也在看 其实他们在对很多我们70后认为 很有必要的这些社会保障 他其实看的并不是很重 而是说能自己真的能拿到多少现金 所以在我们说在工作态度的出发点来说 90我们认为是最多的是体验型 当然以后还会有 200年代还2010年代就可能会又不同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放得很大 这个有管理学都好几百年了 也不是说以10年20年就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关键是说如何能够把这些不同年代的人 融合到你这个公司的整体管理 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些成功的互联网公司 最主要的这些创始人 或者是这些CEO董事长 他们很多是6070后 当然目前也有一些90后出来了 但是真正占最主要统治地位的还是这些60后70后 但是你也没有说因为他们有很多后会怎么样 所以这里面也是说我们说互联网思维是最近非常多的 但实际上你要是仔细想互联网思维所提过这些概念 或者其实都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经有的 甚至在古时候就有的 只是说在互联网这个时代能够把这些概念重新的塑造 然后发挥到极致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也就是说在说互联网思维的时候 它并不是一个很新或者是一个也是很时髦的 而是说一直都在有 只是说在古东时代它的地位它的作用是不同的 其实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因为80后90后70后这不同的年龄段 他们可能在个人的价值观 在个人的这种职业的选择上会有一所差异 然后前面你也谈到公司现在可能更看重那些自趣性的人才 那您觉得这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员工 他们在这种自趣性上面有没有显著的差异 其实我没有看到有很显著的差异 刚才提到就是说90它是体验型的 所以大家有可能觉得包括说公司能够带来什么 但实际上真正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发现 其实90后的干劲也是很强的 因为他们非常明确的是这种自己的兴趣在什么地方 他们更喜欢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们只要给他提供一个平台其实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以前经常说 在一个企业里面没有不合适的人 只有不合适的岗位一样 你只要能够给他找的 就是按照他自己个人能力和兴趣 这个岗位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更多还是整个组织平台的建设 让大家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 所以我就说哪个年代的生人 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在放大这个在区别 实际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那么下一个我觉得想给您请教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也从事了很长时间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 如果说我们年轻的同事 现在年轻的同学收听观看我们这个课程的同学小伙伴们 要来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那么您能给他们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职业生涯我觉得主要看几块 一个是要选对行业 当然行业非常的繁多 尤其是有互联网时代以后就分的更细了 更垂直了不同的领域 第一要确定自己所期望所工作的行业 行业之后才是第二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就是你的职业是什么你是做技术做销售做市场 因为你要根据自己一个是自己学的专业是什么 你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你自己的缺点在于什么 因为这要了解的非常清楚 然后第三呢就是要选一个比较好的你的这个我们叫做导师或者是你的经理 因为他能真正是领你日文他是扶你上马的人 所以说行业企业以及导师这三个核心要素是对于初入职场的毕业生啊 或者是刚刚工作几年的人来说是最最核心的三个要素 那其实有一点就是刚刚你也谈到这个选什么样的岗位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呢在新员工或者是大学生群体当中 实际上是有这样一种观点的 说我毕业之后啊应该更多去从事一些 或者我一开始第一份工作应该去从事一些业务性质的 跟业务直接相关的 我能直接去创造一个服务或者创造一个产品的这样工作 而不是做一些看上去比较似乎比较虚一点的行政的啊 包括HR的工作 那从您的角度 因为您可能18年来都在做HR相关的工作 那您觉得HR它作为一个我们把它叫做支持的支持性的部门 或者叫这种功能性的职能性的部门 它跟我们所谓的业务部门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首先说这个定位哈 你提到这个HR是做支持功能性的 对 其实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和业务部门去割裂了 也就是说其实HR在整个公司这个价值链里面还是起的重要 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作用 所以呢第一呢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工作和业务部门去分割开 甚至说认为就是说我们反正也不是做业务的 我没有直接给公司带来收入 而觉得我们和业务它不是一个怎么说对等的这么一个关系 首先不要有这么一个误解 然后你刚才提到就是说 其实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学生在毕业以后是不是直接从事业务啊 或者是相对管理工作 其实这个倒没有说一个定势 因为学生他我觉得大学毕业生能够看到的 比较快的像做市场和做销售这些 能够立刻产生价值产生收入的 这个是立竿见影的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那么也有的同学可能是基于自己的本专业性格啊 以及职业规划来说去从事管理 这都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是我说没有意义 就是说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的 但有一点就是说 HR和包括这些支持工作 首先我们定位呢 我们经常说叫业务伙伴 而不仅仅说是一个支持的工作 当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支持的位置的话 那你只能是永远是在做支持的工作 而非真正把你的脚放在业务的这个鞋里面 所以其实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业务的模块 或者叫业务的内容 也需要我们去足够的去重视它 或者从战略的层面来理解它的作用 对对 也是换句话说 其实HR它是应该放在战略高度的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好的这个HR从业人员 尤其是比较高层的人来说 其实他想的事情 应该跟CEO想的事情是同步的 那我下一回想跟您讨论的问题啊 是因为您自己也从基层的 从最早HR的实习生开始做起到现在可能 VP或者是更高级的管理层的这样一个岗位啊 在这样从基层的员工到管理者到中层到高层的这个发展的路径当中啊 我想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可能是不断的去学习和提升自己的一些管理的知识管理的能力 那这些年来您主要可能是通过通过哪些途径哪些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这种管理的知识和能力呢 因为是早年一开始从业的时候是在也是全球性的外企吧 因为这些公司呢有百年老店 我看第一家公司150年 第二家公司有一百年的历史 就是有很多在管理方面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在入行的时候 有幸在这样的公司老朋友的这种国际企业工作 给我带来打下一个非常深的基础 很多理论的这个和实践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当然就是在七八年以后 可能就要更多的是靠自己的探索和求知 去和别人去交流 去实践去学到 因为你不能总指望这公司在教你什么 你约往后人家公司会问你 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学习的机会本来还是需要自己去创造和争取 对所以我就说我很重视看这种自趋性人才 因为自趋性人才他不是说去培养他 而是说他主动去学习 那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您知道我们这个外面大学管理学的课堂 我们也是想通过在线教育 这样一种所谓崭新的教学的方式 来给更多的伙伴们 更多的同学们能够有机会 来学习管理学的相关知识 如果站在您这个高层管理者的 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的年轻的同学们 或者是刚入职场的同学们 他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来学习和把握 我们学的这套管理学的知识呢 其实我倒觉得说把这事要放在一个管理学的一个层面 还是说要明确 不管你是做管理还是做技术销售 一定还要确认就是说 你这个岗位对你的能力的要求是什么 这个你要非常的明确 当然每个公司都会有自己的这个体系 有非常在纸面上能够看得很明确的 也有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去琢磨的 一定要很明确自己在各个能力上面的长处和欠缺的地方 以及如何去发挥以及弥补 就是发挥你的优势和弥补你的这个烈势的地方 应该去做些什么 这是最主要 就是说一定要非常明确的了解自己 当这里面有些工具 我就说一些类似于测评什么可能也会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使用到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本质或者核心 其实跟您刚才讲的那个自趣性人才还是非常相关的 更多的它是自我去驱动去认识自己 发展自己完善自己 没错 那我想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 您还是站在一个职场过来人 这个职业经理人的角度 对于新兴的这个员工 或者是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劳动力市场 没有进入企业当中工作的同学们伙伴们 来给他们一些寄语或者是一些分享吧 首先我认为呢 对即将踏上这个职业岗位 或者还在校在读书的这个同学来说 首先这个时代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一个是说这个本身这个互联网 O2O所有这些新兴的这些模式 给这个社会给生活给技术 包括每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所带来的变化 所以一定要抓紧抓住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所有的机会 然后另外呢 一个是说在学校也不是只是在读书一定有任何的机会 就要去企业去实习去实践 真正在学校的时候就要了解说毕业以后 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一个工作的环境 同时呢 这样可以反过来告诉你说 在学校我哪些地方应该是去加强的 呃 还是我想一直在提的就是说这个自虚型 这个是也是 有人天生是这样 有的人是去领悟去后天去培养的 同时还一个就是说要拥抱变化 呃这个拥抱变化不是很虚啊 就是说一定要接受到 可能今天我们决定是明天就会完全被推翻 被颠覆 时刻是在这种不断的迭代的这种呃过程中了 好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也感谢呃 刘华老师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外门大学管理学的课堂 来跟我们同学们做这样一个交流 谢谢您 好 谢谢罗老师 谢谢大家 好 外门大学的小伙伴们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一直以来在关注和学习着我们管理学的知识 管理学的课程 那么今天啊 刚才三位嘉宾给大家带来的分享 从我的角度来讲是非常精彩 然后非常充实的 那么这也是作为我们管理学课程的最后一讲 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束 我也想我们各位啊 在观看 在学习我们管理学课程的同学们 小伙伴们能够好好地去理解我们三位嘉宾从他们的经历 从他们的所处的位置所经历过的职业发展的道路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建议和一些分享 那么希望他们的这些建议以及我在课程当中给大家讲述的知识 我们一起学习的这段旅程能够给你的人生 给你的工作 给你的学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未来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